红州立这天到电台宣传新歌 这首歌以第三者的角度讲述失恋 阿肯说希望透过这首歌 给情场示意人士一些安慰 当然也有不少粉丝认为 这首歌是阿肯送给自己的 蛮舒服意料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都会说 恭喜你就是你已经放下了 或者是你已经做回自己了 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喜欢的曲风 反而不是这样的 反而就是悲观一点 黑暗一点点的歌曲 或者曲风会比较喜欢 可能大家都怎么讲 保护我吧 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就猜我 因为疫情的影响 阿肯只可以在家做运动 但他日前竟然不小心弄伤了腰 因为在家里减肥嘛 健身 然后没教练的情况下可能闪到了腰 所以还蛮紧张的就是过几天就要进主拍摄一些电视剧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 就希望快一点好起来 对 本来应该现在是在内地拍电影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顺延到可能是五月中才开始 我觉得影响最大影响应该是要回去隔离14天 但是又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14天可以安静下来 好好的看剧本啊 或者是好好的减肥啊 就在房间里面做运动啊之类的 就希望腰快点好起来吧 虽然接下来就要投入新剧的拍摄 但阿肯就说不会因此忽略歌唱事业 他还希望疫情过后可以再开演唱会 今年已经出了两首歌曲 可是第一首喜剧收藏其实是上一年的歌曲 就因为很多原因就今年才发 今年的计划其实是希望可以有新的三首歌曲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搞那个演唱会 就本来有一个新的演唱会 可是因为原因就是疫情的原因 就顺眼改时间 看能不能在今年再举办这样子